他说 要想让他拆养殖场 除非我跟东梅离婚 一场洞牵事件引发两家恩仇 刘建叶为什么非要在守山上建都家村 守山上有一座千年古墓 大伙都知道吧 那个墓碑呀 对着刘建叶他们家 他被欲望所获 沦为盗墓者的工具 你以为我真要养羊呢 我要是不为了弟弟这点东西 我能让你这山路里投钱去 事业受阻家势不顺 他们的婚姻又将经受怎样的考验 爸 你别哭了 要是大夫说我真的怀不上了 那我就离开这个家 敬请收看方圆巨镇 《炉花似雪》第二季 经编版第二集 今天你要敢乱来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姐 这回呀 麻烦大了 他牛大哥是自己吊着的 你不去动签去 他能上榜吗 我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 见叶叔都没去 你说你得了巴搜的 自己带头跑我们家拆签去 停止去都没同志 二道沟村村主任的职务 该项目暂停 那不行 还嫌不够事儿大呀 行了 你也别生气了啊 我这不是也是急着没办法 才这么干的吗 林江林 你怎么定我家的养殖场 只要我们老牛就有后人 你呀 想都别想 人家项目没毛病啊 你让我怎么办 你说的 搁谁姐从那么高房子 咣当一下掉下来 也不能白帅 老刘家 就借业这么一根毒鸟 咱可不能给你端了号 您放心 这事儿我们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您要想占这块壁 拆我养殖场 你跟薛农明离婚 住手 干啥 建业 有话你不能好好说吗 斗什么手啊 老叔姐 这犊子王他太不是东西了 老叔姐 我对不起建业哥 你我也是劝了我姐了 那他不同意拆 你说我有啥办法呀 严 接着严 建业 我知道你生气 我也能理解 是吧 我再跟我姐好好说说 好 但我要劝不得呢 我也没招啊 姚二哥 你要还是个爷们 你就把刚才说 却东北的话 说给老书记听听 我说东北是啥呢 我说东北我们家也对不住他 是不是因为这事 我也上镇里边领导那儿我也求了 你说 到底能不能恢复工作 我 我也没招啊 姚一 你跟东北不刚从镇上回来吗 镇上已经同意这个薛东北呀 恢复工作了 你不知道吗 老书记 你别听他在这块狗带脚子狐勒 那这不是狐勒 王副镇长刚打的电话 亲口又对我说的 老书记 你不知道咋回事 姚一姚一姚 这跑这闹着啥来 走走走 跟我回家 行吗 来 走走走 走走 好了好了 老书记 慢走啊 发忙 我跟你们说啊 我要说的是一个藏有巨大阴谋的内幕 啥内幕啊 我问你 刘建业为什么非要在守山上建多家村 守山上有一座千年古墓 大伙儿都知道吧 这个古墓 就是人家老牛家 牛二嘎他们家祖先的陵墓 哎呀妈呀 你可别跟这儿歪胡了 大伙儿都知道这事 还有你不知道呢 过来 那个墓碑呀 对着刘建业他们家 对 就是他 您还有什么需要吩咐的吗 把他给我打出来 好 牛总好 你好 白平 你又来了 坐坐坐 胖哥 挖这东西了 没有 多长时间了 我真的一点儿不敢怠慢 我就用那探测器 这方面玩意儿没反应 不好使啊 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不能啊 那探测器是我突然买的 是不好使 那 那要不就是说我们没挖到地方 那你都抓紧挖呀 那我现在人手不够啊 能不能再给我派几个人来 开什么玩笑 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家 我问你说了嘛 咱的买卖见不得光 那不靠谱的人 咱也不敢招啊 可现在情况有变 不能再耽误了 我们村有个叫刘建业的 你知道吧 对呀 这小子要拆我们家养殖厂 说要进度假村 啥 他又想干啥啥事 谁拦不住他 我不跟你说了吗 咱这买卖 是见不得光的 他要是拆这养殖厂去 不就得发现咱们干这些事了吗 是 听我的 你回去 叫大姐 把那十万块钱给刘建业退回去 这养殖厂绝对不能拆 好 我听你的 我现在我就去办 等等 你要明白一件事啊 之前这些事都是你亲手干的 出了事 抓你跟我可没有一个关系啊 照你这么说 杜家春见不成了 那肯定见不成的 而且 照这么发展下去 刘建业和薛东梅都兴许离婚了 你可别瞎说了 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薛东梅大赌印 越干越好 刘建业度假村见不成了 那就是个农民 两个人的差距是不是越拉越大 主要的是 他俩现在没孩子 那刘大娘能干吗 早晚得离 马复生 你哥这胡咧咧啥呀 那管你啥事啊 人家刘建业这几年没少报你家正地吧 要不你能这么悠闲的在这超市当小老板吗 我告诉你啊 做人得讲良心 这没影的事 别瞎说 你这话说呢 那啥叫瞎说呀 我这是分析 是实话 没事你瞎分析啥呀 我乐意 咋的吧 你老向着刘建业 他怎么刘建业离婚了 你想嫁给他呀 马复生 你混蛋 马叔叔说话在婶子大娘里面都别理他 这孩子咋说话呢 叔叔说的多好啊 你妈要和建业叔叔在一块儿来 你不就有罢了吗 看他孩子都不愿意听你说话了 妈 你别生气了 我错了 那检查结果出来不该瞒着你 我们俩是行事过一段时间就治好了 省得让你跟着着急上火的 别哭了 妈 妈 你别哭了 我明天再去医院 要是大夫说我真的怀不上了 那我就离开这个家 我指定不耽误您抱孙子 行不 我先去医院 刘总 我回来了 来 来 这边一个 别招了 来 进来 来 过来 进来 刘总 介绍一下啊 这个 就是我跟你们说的牛总 牛总 牛总 牛总是牛 真挺好 真挺好 你们 在这行都干了多长时间 好 两年 三年 两年份 您 五年 五年 那是 老手了 那个 对 我不是让你准备酒饭吗给他们 你准备了吗 我忘了 啥时候 忘了 你说我该不该扣你工资 别扣了 你说你该不该扣工资 别别生气 你长不长脑袋 我马上买 我问你 我马上到镇上马上买回来 这么个玩意 毛毛冷冷的 我相信 你们哥姐夫会这样啊 是 太好了 笠伯子 什么 我们 弟兄们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行动就打响了 你们要做到 白天睡觉 晚上干活 听懂了吗 没 听懂了 我牛总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 准备进洞 干啥 让他们先进 稍稍等会儿 这个地道 夏天我们用探测青蛙糊 但是呢 这些是什么 没挖出来 所以眼下就是 请哥儿几个人来帮帮忙 就大家尽紧力 好吧 好 好 好 东主 您放心 肯定没问题 什么探测器啊 辣东西不好使 干咱们这样啊 凭事经验 您放心 哥儿几个 那可都是老手 只要这地还有东西 一定能进攻 好样的 开干了 那么 能不能进攻 给你帮助 你帮助 我闭上了 他想办法 那里面 不要我 我跟你说 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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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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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们家 就你一个儿子 我万一真的生不出个一男伴女 我哪有脸面对你们呢 傻媳妇 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 只要咱花时间治 肯定没问题 如果有必要 哪怕在医院住上几个月都行 拉倒吧 住人不干了 那村里的工作 不是有老叔叔的吗 能他多费费心不就行了吗 对了 还有那度假村的事 你说咱着急也没有用啊 不是还得等着刘二嘎的消息啊 天真 你真相信他能劝劝刘大哥啊 剑一 二嘎都跟我说了 说你们吵架了 他咋跟你说呢 你别对他承见那么深 是 他说在电话里没劝动刘大哥 说哪天有空亲自去趟医院 好好劝劝他姐 你听他胡说八道的 他还跟我说要动养之场 咱俩还得离婚呢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啥可不可能的 你信我还是信他呢 我当然是信你啊 可 可他 可啥呀 我说的都是真话 好好好 我相信你 不过眼下咱最重要的 还得是让妈高兴 等咱明天从省城回来再说吧 行不 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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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咋的了你啊 你让鬼碾了 一惊一乍的 我不合计跟你 赶紧汇报工作嘛 你汇报工作你就好好汇报 让你吓我一跳 牛总 那隔几个呀 你啥 你妈狠了 一宿挖了五米多 现在在这儿睡觉呢 我知道了 你还有不知道的事呢 那个咱们挖出来的土 太多了 没得到了 咋整啊 我告诉你嘛 往羊圈里到吗 是 咱们一直往羊圈里到嘛 那现在羊圈的土 比外边都高出一尺度 再往里到那羊 单腿都能蹦出来了 那这样 那这样 牛总 我有一个方法 不知当奖不当奖 那你得快说吧 咱们呢 把那土直接倒到旁边的沟里 不往羊圈里倒 早上呢 再铺上一层羊粪 别人一看呢 以为咱到底都是羊粪呢 咋样 你别说啊 这招儿还差不多 是吗 那快去吧 不是 你看牛总 我出这么好一主意 咱工资能多发点吗 行吧 我考虑考虑 行吧 你别考虑了 牛总 你就说行就完了呗 行是那么容易说的吗 那行 那我那我还有个事呢 你能不能把那一起都说完 我觉得哈 一往是才挖五米 还是有点瘦 咱能不能再快点 嗯 那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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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个办法 不知当奖 我讲 你给我五百块钱 我去坐泡囊的地方 买点炸药 忘了一炸 不就快了吗 你傻呀你啊 你那么一炸 轰隆一炸 我全村人都知道了 我早就想好了 现在咱村人不都收完粮食了吗 他们都用那个鞭炮 吓唬鸟 我这边用鞭炮 假装吓唬鸟 底下拿炸药 实际炸地道 两个声一块响 谁能发现呢 你别说你这招 那招还真行 行是吗 那我去了啊 拿钱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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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牛董啊 有个消息跟你说一下呢 啥消息 快说 不是 我现在也不知道这消息 能值多少钱呢 马副生 这几年 我差点事吗 那 那倒没有 要不我也不能给你打这电话 是吧 你这样 按消息的重要性 那行 牛董啊 今天早上呢 我看见东梅和建业出村了 完了 我把你震斗 你这算啥消息啊 刘建业要拆我养殖场 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 他们俩出过村 这算啥消息 那不意外吗 那不是村里那歪歪 外 外什么范围网不坏了吗 要不是引起了呀 摔伤了 那说不定 刘建业就把你家那个 养殖场真给拆了 刘建业度假村要是建成了 那你和徐东梅不更完了吗 麻烦上我告诉你啊 这事你可不敢瞎说啊 你要真没啥事我就挂了 别 别的牛头 不是 他俩出村是正常 但是你知道他俩干啥去了吗 干啥去了 看病去了 只要能治好 大夫你说咋治完了 我们就配合了 对对对 大夫 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需要两到三个疗程吧 两三个疗程是多长时间呢 一个疗程是一个月 那么长时间呢 能 这个不是着急的事 这个时间不算长 你们得保持良好的心态 精神放手 精神紧张也不容易活跃 嗯 赶紧我早上我去送货吧 正好路过刘建业家门口 完了你老刘太太 就送徐东梅刘建业她俩出来 老刘太太还嘱咐 说你们俩不管那个 有啥情况 给我打个电话啊 你说一个看病 怎么还长得像喜事似的你 还有吗 这会没了 刘总你看那 来来来来来 五百块钱 我马上给你转过去啊 东梅有家人 信了 不是说 我要不让去东梅 看我活着不样的 我又把我还给我 这洞是哪儿来的 我实话跟你说了 我是从守山挖出来的 以外 肯定 肯定洗手啊 完了 修东梅怀孕了 老头子 你要在天有灵的话 就保佑他们把病治好 不管是男孩女孩 只要有一个 咱也就放心了 等他们老了 好歹有个孩子在身边照顾 你说是不是 大婶啊 大婶 在家吗 她咋来了 来 来 婶啊 二嘎 有事啊 我 我没事 我就过来看看你 看我干啥呀 这建议东梅啊 东梅在家 你回去吧 婶 婶你看我这么多年没回来了 我今天特意来看看你 你原来啊 二俩不懂事 都不年轻了 东梅和倩倩结婚的时候 我大闹了一场 那 那那是过去的事了 我这么多年我都不敢回来见你 我现在敢了 我改名了 我叫牛柏城 过去的事啊 就让他过去吧 看在你爹的面子上 我也不怪你 你回去吧 善儿 我就进去 咱们娘俩落会儿客 你说我爹和你们家伙留书 还有老鲁大叔 那仨人是铁哥们儿 你总不能说 我爹是没了这么多年 咱们不能让后辈 还这么别别扭扭的 你说呢 是啊 那进屋吧 好 慢点啊 来 一会儿 我跟你说啊 我有种感觉 真的 我觉得咱俩肯定能有 咱自己的宝贝 就是得让你造点罪了 得吃那么一大饱的药 再造罪 只要能怀上 就值得 至少能弃了咱妈的心病 你说是吧 谢谢媳妇 来 建燕和洞明他们 他们上城里办事去了 哦 我还行 当面跟他们陪个不是 往后呢 我得好好支持他们的工作 支持不支持都无所谓了 这几年呢 他们为村里的事 操了不少的心 把自个的事都耽搁了 不是怀上了吗 谁怀上啊 哦 我是说 东北哥建议 你说要早点帮你 生个大胖孙子 你这身子苦这么硬朗 这么好 那还陪你玩 多好啊 没那么容易啊 哦 这东北没动静啊 你说 我都替他们俩操心 嗯 事儿 你也知道 这女人最是大生孩子 费劲 让建燕 再找一个生孩子 反正咋的都是老刘子的种 啊 你这样老刘子就有后了 你想想 生个大胖孙子 陪你一起 多幸福啊 好日子在后头啊 这不是胡说八道啊 你管了 这儿呢 别想那么多 只要你把身体养好了 将来肯定能抱个大胖孙子的 大娘啊 哎 哎 刘总 啊 您咋来了 哦 我这边来看看我刘子 他回来一直没看呢 哦 行了 那我养殖场里面还有点事 我得回去照看着啊 那你们聊 哦 那二我啊 替我送出二个啊 哎不不不 不用不用不用 您这也不是外人 送啥送啊 刘子好好保留身体啊 哎 哎 我有空就过来看您 好啊 哎 赶紧走啊 行我走了 哎 哎 哎 那娘啊 都跟你落啥了 这杜家村的事 你到底是他打算 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啊 这牛大鹅认钱 我觉着 咱们要是能给他足够的好处 再加上杜家村的股份 说不定还能打动他 哎 我不跟你说过吗 这里边的事不是牛大鹅的事 是那牛二嘎在背后捣鬼 你怎么就不信我的呢 不是我不信 哎 人家牛二嘎现在发达了 有钱了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啊 我是你媳妇 她平常把那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啊 哎 给我二胡 啊 二胡 有事啊 你在哪呢 跟我姐在一起呢吗 在一块呢 咱们出来办事来了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刚从你家出来 你猜会碰见谁了 谁啊 我碰见牛二嘎了 才上你家去了 啊 她上我家干啥呢 我也不知道 我刚进去她就走了 我问大娘 你俩都落啥了 大娘说她俩啥也没落 行 我知道了 你这么个二胡 你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到家 你要是把她上咱家呢 干啥去了 你问谁啊 我又没在家 我咋知道 这犊子丸 她可别惹咱妈生气啊 哎呀 赶紧回去 赶紧 赶紧 附生啊 最近你嘴上 没有什么把门的啊 说话可有点过分 我说我咋的了 咋的了 先记上 五十四 五十四 你没听说吗 薛东梅呀官复原职了 她是咱们的父母官 得罪得起吗 人家是得罪不起 但是那牛二嘎真给钱呢 你就认钱 你咋不合计合计呢 刘建业那合作事 还种着咱家地呢 回头人家 要是不给你种了 看去咋整 我包出去呗 七十二 七十二啊 包出去 包给谁呀 咱村除了刘建业 谁有那么大本事 种上千亩的地 再说了 这些年呢 都没对咱不错 村里有个大事小情呢 人家可没少帮着 关心咱们 你说呢 他关心 他光关心他 他也不给钱呢 他关心 那咋就认钱呢 二伙 哥姐 你那哪才回来呢 咋的了 二伙咋又来了 没有 他走就没回来 那你急啥呀 我没急呀 你没急你嫌我们哪才回来 那本来你哪才回来呀 你可别磨叽了 我妈在家呢吗 我观察她一直没走 赶紧上车 来 妈 那你二伙咋干啥来了 他就来创个门啊 他说啥来的 没说啥呀 就是来道个歉 说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啊 他不该闹 还说啥了 没说啥呀 你俩看病怎么样了 大夫给我开了好些药 这不都拿回来了 好啊 姐 你咋的了你 没事 就有点小毛病 小毛病咋整这么多药呢 你到底咋去了 我打击那么多个什么 好 我给你接药去 妈 我自己来就行 那咋行的 我来 妈 别动 我来吧 那好 那我就去溜达溜达 好 妈 那您可不能走远啊 溜达溜达溜达 就赶紧回来吧 好 慢点 慢点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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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 我这心啊 就被你吓出病了 咋的了 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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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沉的 快 赶紧叫个哥几个 刘总 一定等着 那个 鸟多的时候再炸 那 那 那个牛总 那我今天刚才跟你说那个 工资的事 我的心脏 把牛总 行 这事办得还挺励作 不够了 给你补全约的 好嘞 要好嘞 放这儿吧先 建一 你看 你说咱把那度假村 往南挪一点 刚好就能错过 把牛的这个养殖场 你觉得咋样 不咋样 那上上下下都定好的事了 说挪就挪了 你赶紧喝你药吧 咋来 咋来啦 哎呀 我的妈呀 这也太难喝了 良药苦口嘛 对 别足气 好样呢 快 收拾口 来啊 哎 建一 这个度假村要是见不成 是你这辈子的遗憾 所以 我怎么着我都得帮你 那得拿出实际行动啊 你刚才熬药的时候 我都想好了 你说这牛二嘎 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 我一说是真的 那本来就是真的 他要是真的 那证明他是冲着我来的 他要是冲着我来 那我倒可以找他谈谈 我看他到底怎么说 拉倒了 你在整个肉包和打狗 去你的 你说啥呢 我去找他 他还敢难为我 我还可以探得口风 咱才好想对策不是 那我给你一块去啊 拉倒了 说真个的啊 你啊 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你去老婆家打听打听 他这守山 到底跟老牛家有啥缘缘 来都来了 哪儿去啊 嘿嘿嘿 姥姥 你没睡啊 我还心想你睡着了呢 哎呀 哪儿那么多觉啊 姥姥 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也没顾上来看你 咋这样挺好的吧 啥叫好 啥叫不好啊 年纪大了 精力多了 想的事也就多了 我算看好了 我算看好了 这一辈子啊 活着就是同性的痛快 哎呀 是 这人活着啊 就得看开点 话是这么说呀 可真正看开的 有几个呀 找到啥事儿 说吧 你看姥姥 啥都瞒不过你 姥姥 我来时想问问你啊 嗯 这老牛家跟这守山 到底是啥缘缘呢 姥总 哎呦他妈 姥总 薛东北 薛主任 往咱们那边来了 啥 他咋来了呢 我不知道啊 马上到了 那你快让他别点了 对对对 我上里边赶紧别点啊 快快 薛 薛主任啊 哎 二嘎 都没 我这临时过来 没打扰你吧 怎么能打扰我呢 我请你来还来不及 怎么能打扰我呢 来来来喝茶喝茶 来来来 那你快去 让工人们 别别再搬那个东西了 搬啥呀 就那个料 对对 我去搬那事啊 毛毛笼笼的 你说这个 都没难 二嘎 是这么个事啊 咱们村这个度假村 要是真的能建成的话 客气功 客气功 就等数据别开 开始疯划 咋的了这么大洞间啊 我出去看看 我出去看看 危险 不是 他们那个放抛上可能是崩鸟 崩啥鸟 这么大动静 我得出去看看 不不不 我出去看看 什么动静啊 刘总 不是 这动静是你弄的吧 你是不是又把那个崩鸟的泡筒给点着了 一家你 我不是告诉你吗 不让工人在里边抽烟 你咋就不告诉他们呢 我忘了 行了 行了 你看把他吓的 他是不是怕你骂他呀 我怕我骂他 我还揍他呢 我骂他 快去 把那烟赶紧给灭了 当时 辽国有个大将姓萧 他是 萧太后的远方亲戚 哦 哎呀 当时宋辽开战呢 他就向太后禁言 让黎明百姓 免遭战乱之苦 也让他的后代 能安详太平 可是太后不准呢 为了明智 这位将军 就自吻在这个守山上 他的副将姓牛 就是牛大鹅的祖上 就把他埋在这个守山上 从此以后 你说这个老牛家 就世世代代地守着这座坟 我说的嘛 怎么县制都有记载呢 那这么说的话 他们老牛家的祖上 也算是忠义之事 那当然了 哎 二哥 那个刚才那事 你看行不 啥事啊 杜家村的事啊 我是想答应你 可是 我姐她不行啊 你说我姐现在在医院里 我现在总不能去逼她去吧 是吧 你这样 我找个时间 再跟我姐好好商量商量这事 行不 行 那我等你消息 越快越好啊 我明天 明天就是找她 行 二哥 有个事我想问问你啊 啥事 建业跟我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 啥话呀 他说 你跟他说 邀想东度假村 除非他跟我离婚 哎呀 你我天哪 我发现你这 你们来刘建业真行 发现 你说我能说那样的话吗 东梅 咱们初小一块长大 你相信 我能说那样的话 我也觉得不应该 可他坚持说是你说的 你们是夫妻 他说啥你都信 我说他你肯定不信 那咱俩要是夫 不是 咱俩要是 哪怕是姐弟 我说啥你都能信 哎 你们比我大两个月吗 你干吗你当我姐 我当你干姐 我当你干弟 这样我说啥 你们就信了吗 行了 啥姐啊 弟爷的 行了 我信你 那 你不信我 你信谁呀 我信我家刘建业呗 信谁 行了行了 不开玩笑了 那啥我那边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我开车送你 不用了 忙你的 好 那你慢点东北 嗯 啊 灯子还坏了你呢 我天哪 这大人啊 天不下雨 天不划风 天上有太阳 美不开口 美不说话 美心怎么想 走了太阳来了 天亮又是晚上 哎呀 哎呀哎呀 怎么又唱晚上去了 你这 啊 你也是我了才 我也 说了才 哎 今天这是嗓子了 这是 哎呀 哎呀 二哥 大英子 明天早晨 让府生给我送两箱啤酒去啊 我家来客人来 没问题二哥 你要是着急 等会儿我家府生回来了 我就让他给你送过去 啊 府生没搁家了 干啥去了 上冯月团送货去了 哎呀 你家这府生胆还够大的咧 送货有啥胆大胆小的咋去了 还回来不得路过老牛家养着厂子 啊 毕竟直路啊 你没听说呀 这守山哪 可有景了 过去山上经常闹鬼呀 哎呀 这下可些有云的 哎 哥们 我问一下 哎 哎 谁影 谁影 完了 这回惹事了 你把小机给我给我弄 不是我的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这咋还关机了呢 这咋了这是 我让你放个瘦 来休息人了 你咋不够了 我上个厕所的工夫 他就来了 完了 我这半个月工资也没有了 那 那咋整个啊 我那去找杀生啊 偷死了 完了 这我把他吓死了的话 可公子也救不了我了 薛主任 薛主任你睡了吗 薛主任 来 大英哥 老婆呢 薛主任 我家福生好像是出事了 他傍晚的时候吧 上他缝家屯去送货去了 人家留他从那儿吃饭 他就搁那儿吃了 人出来的时候还给我打了个电话 可是他到现在也没到家呀 我就又给他打电话 一开始是没人接 后来干净就关机了 那 那能不能是手机没电了 你大惊小队 不可能 他走的时候冲得满满的 我都看见了 我算计那个时间吧 他刚才应该经过那个守山 你们说 他 他是不是遇上鬼了 大英子 你别瞎说 这都长年代了 哪有鬼啊 那他咋到现在还没回家呀 行了 大英子 你别着急啊 咱都出去找找 快点 进去换衣服 来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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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行一把出大声的 出大声的 快去跟我看看去吧 你吓死了 你吓死我了 这回你扣我多少工资 都解决不了了 快点 你快去看看 你说咋的了 看啥 哎呀 妈 妈扶上跟着咱们 跟着咱们推 我带个面 我一回头 我给吓死了 吓死了 给他吓死了 真的假的 你会吓死你吗 你我这妈呀 是吧 是不是啊 还真是咋一个 妈呀 不上了 不疼 妈呀 妈 不上 这咋睡这儿了呀 这咋出这儿睡着了 这咋出车祸了吧 不 出车祸也不能趴这儿啊 那咕噜过来的吧 不上 老师 不上 你去这儿吧 你咋没东西啊 老师 老师 老师喝大了吧 这是你肚子的 对呀 牛头 怎么样 想不想翻车现场 这干啥整啊 你们这大银子咋还把 徐东梅给和了过来了呢 老师 老师 不上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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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你 牛头 你咋来了呀 帮我弄点东西 啥东西呀 讨不进 啥东西 手里那边这点整样了 哦 目前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呢 那你得抓紧了 老牛就提出来要扩建养殖场 我不同意 你让我办的事我都替你办了 这件茶叶就算兄弟孝敬 这个杜大村像不像马 真是咱们镇里边的决定吗 这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你还能怎么办 你没听大夫说吗 这种常规治疗 想怀孕还是挺难的 你们说什么 你们都骗我 妈 妈 别哭了 咱俩离婚吗